三到四位长者围成一桌聚精会神的玩着桌游 不时还传出热烈的讨论声 中山区中庄里在松江市场二楼文康中心 开办长者社区关怀据点 安排各种健康促进课程 鼓励社区长者多出来走走 并且透过玩桌游动动脑筋促进身心健康 我觉得长者是需要关怀的 那我们也鼓励长者多走出来 多跟我们接触 我们也会安排很多进制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有请联合医院的医师主任 来为我们上有关健康的课程 我们也会聘请我们中医师 还有我们一些营养师来为我们大家上课 理想四年前就向市政府申请文康中心 在税捐处搬到中山区公所后 今年三月便开始利用这块闲置空间 安排场地与规划课程 目前每周二和周四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都安排了多样化的课程 让长者可以就近参与各项健康出境活动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里长办得很好 就是说他请了 譬如说瑜伽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样动一动四肢 怎么样活动 然后请那个医院的医师或是院长来告诉我们 面对身体的一些问题 你可能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然后也给我们提供最新的资讯 我觉得那个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我们今天玩的是墙地毯 这个墙地毯其实也是给长者 一个刺激的一个学习 延缓脑化 然后让自己的头脑越来越清晰 就是让自己有一个学习不同的领域 赤子之心他们可以因为借助作用 所以他们可以让自己很快乐 很纯真的在这里一种享乐 有了社区文康中心后 里长用心规划丰富课程与讲座 希望能够服务社区民众 并且提供长辈们一个终身学习 乐活健康的好去处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